嗨朋友们!旅客列车穿过了昆仑山隧道和昆仑山口,我们就进入了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。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青涩的山梁,藏语称该地区为阿清公家,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。 也是面积最大,海拔最高,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。 在2017年7月7日,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,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。 可可西里还有另一个很失意的名字,那就是美丽的少女。 是一个被世人所熟知,却又极为神秘的地方。 亿万年前的一场地质运动,将这一片横跨青海,西藏,新疆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,脱举于世界之巅,被誉为地球第三级。 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,气候严酷,常年大风,人类无法长期居住,被誉为生命的禁区。 然而正因为如此,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,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。 保护区内的主要珍稀动物,有藏羊羊,野猫牛,藏野驴,白纯鹿,雪豹,盘羊,藏羊羊羊,蛇蜊,兔孙,石雕等,在这里世代繁衍,生生不息。 不远处就是清水河特大桥,全长11.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,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动图铁路桥。 各桥蹲间的桥孔,卫藏羊和各种野生动物,提供了自由迁徙的通道,是清藏铁路线上最长的以桥带路的大桥,所以被誉为环保桥。 下一站是楚马尔河站,楚马尔河又名曲马河,从远处看,像一条洪水河。 楚马尔河是长江源的北源,这里河的两岸,是藏羚羊主要的栖息地和迁徙通道。 每年的6月份至7月份,来自青海三江源,新疆阿尔金山,和西藏羌堂等地的藏羚羊,都要前往气温凉爽,水草丰美的浊奶湖,和太阳湖一带集体产高。 而在8月份左右,藏羚羊开始斜载回迁,如今,藏羚羊大规模迁徙的场景,已成为青藏高原上,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 在回迁的途中,藏羚羊将经受来自天敌,和恶劣环境等的严峻考验。 这是一场,关乎生死存亡的长途跋涉,所以,在可可西里,有多个保护站。 除了反盗猎之外,在这里,保护站的寻山队员,还建立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,救助落单,受伤的藏羚羊幼崽,和各类的野生动物。 说起藏羚羊,我们也要说一说,索南达杰。 索南达杰,是保护藏羚羊的英雄,在1994年,枪占盗猎分子,而英勇牺牲。 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,就建立在,昆仑山口。 旅客列车,继续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蜿蜒,不远处,就是五道梁站了。 这里地高天寒,长冬无夏,高寒缺氧,气候恶劣。 五道梁,距离格尔木,大约280公里左右。 很多人从海拔2780米的格尔木,到了海拔4665米的五道梁时,一般高原反应,会在五道梁处,非常显现。 这里也是青藏线上,最难建设的地段之一。 许多建设者,不但要面临高寒缺氧的问题,还要解决多年动土的地质构造,和脆弱的生态所带来的困难。 对此,青藏铁路从设计、施工、建设到运营维护,始终秉持着环保先行的理念。 克服了一道道难关,破解了一个个难题。 高标准,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的目标。 旅客列车,继续行驶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,而远处的高山,也越来越靠近。 不久后,我们将经过秀水河站。 过了秀水河站之后,旅客列车将一路上攀,进入烽火山地区。 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7度,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左右。 有人说,这里一年只有一场风,从春瓜到冬,是形容烽火山,自然气候的最真实写照。 这里的海拔已接近5000米的高度,不远处就是烽火山站了。 旅客列车,转了两个弯之后,我们就进入了,烽火山隧道。 烽火山,山体呈红褐色,山巅被中年积雪覆盖,山石骑形怪状,在可可西里地带,堪称一绝。 烽火山隧道,全长1338米,平均海拔约4900米,全部位于永久性。 高原洞土层内,是青藏铁路,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。 接下来,我们带你看可可西里保护区里一览无余的景观。 这片荒凉和令人惊叹的荒野景观,似乎是一个被时间冻结的地方。 可可西里地区,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而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。 只是整个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一部分。 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,最高峰海拔6860米,最低点海拔4200米。 地貌复杂,有高山、湖泊、冰川、沙漠、流沙、湿地和沼泽。 山体几乎寸草不生,这里不但缺少可以饮用的水源,还有凶猛的野生动物,是一个神秘而又危险的地区。 在这里,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,比较著名的有,乌兰乌拉湖,浊乃湖,太阳湖,西金乌兰湖,库塞湖,鲸鱼湖,可可西里湖等。 其中最大的湖泊,是乌兰乌拉湖,属于内陆咸水湖。 湖水面积大约580平方公里,湖面积会随季节变化,由三个湖包围着中间,近200平方公里的湖心岛。 虽然这里有很多湖泊,但是,大部分为咸水湖或半咸水湖,不适合人类饮用。 可可西里的地貌,十分复杂,山与山之间,夹置着宽阔的盆地。 盆地相间,是一片极为广袤的荒野。 不远处,就是浊乃湖,这就是藏羚羊,集体产高的地区,被称为,藏羚羊的大产房。 这里有个,浊乃湖保护站,是一个救助,失散小藏羚羊的中心。 另一个著名的湖泊,就是可可西里湖,可可西里湖周边,是藏羚羊的一个月冬栖息地。 除了多彩的高原湖泊,区内,还有许多现代冰川。 这里的山峰上,中年冰雪覆盖,是中华水塔的宝贵冰川。 接下来,我们带你看,昆仑山脉中段的布喀达坂峰。 布喀达坂峰,海拔6860米,风顶中年积雪。 巨大的冰川,造就了众多的湖泊。 其中,这里的太阳湖,是可可西里地区,唯一的淡水湖。 布喀达坂峰,山势险峻,冰川连绵。 冰层在阳光下,呈现蓝色。 其特质自然景观,在阳光的映照下,显得格外美丽,而壮观。 谢谢收看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感谢